華潤電力6個小股東就公司高價收購山西煤礦一事 要求法官授權代表華潤電力控告董事長宋林 和上市公司多個董事違反責任侵害股東權益 案件在高等法院舉行聆訊 最先在微博實名舉報的內地山西日報前記者李健均到庭旁聽 之後又到廉政公署和商業罪案調查科 舉報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 指宋林涉嫌勾結內地富商虛假評估山西煤礦交易 並且將公司資產據為己有 將近10個億的錢流入個人腰包 在我們今年這麼多證據和黑幕披露出來的情況下 就在前幾天山西市國土資源廳依然違法為他們辦理的探礦權 其中我們所指控的兩個探礦權 他們是叫自打嘴巴 而代表小股東的內地律師就說準備工作已經基本完成 對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 案子就是對方在拖時間 我們希望盡快的推進 他們可能在不斷補一些證據 補一些文件 但是我們認為不會大影響這個案子的 一個法院的大的一個判斷 你有信心嗎 我們覺得挺有信心對香港的法治 華潤電力的代表律師就指 事件不涉及欺詐或者利益衝突 只是資料披露不足 而華潤電力就發通告紫山西國土資源廳已經對華潤電力計劃收購的兩個煤礦發出陷探許可證 有效期至2015年7月 法官就說容許雙方有三個星期的時間做舉證和搜證 法庭會再定日期舉行聆訊 華潤電力在10年以近80億元人民幣收購多個煤礦 當中兩個煤礦被指探礦權已經失效 收購價被高估 華潤集團的高層被指涉嫌貪污 香港歡頻熱視記者郭詠詩報導